针对公领域的保护工程 当购入新屋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跟邻居 差不多时期要做装修 有很多人其实会选择 跟邻居一起共同负担 保护工程的费用 那这边是指同楼层的公领域的部分 但无论是共同分担 又或者是沿用 邻居装修完保留下来的保护工程 这个虽然省费用 但其实会衍生出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真的装修完毕 拆掉保护板之后 若有发现例如地板或墙壁有损伤 这个时候就比较不知道 究竟是谁的工班所造成的损害 所以通常会是最后一个 使用保护板的人来做负担 在这边Win也建议大家 保护工程究竟能不能沿用 可以 但是务必要请 在装修的阶段 预算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毕竟预算是有限的 但是欲望是无穷的 在有限的预算下 究竟哪些项目不能省 而哪些项目可以省呢 那如果不能省 是不是有折装的方式 今天的影片就要带大家 从如何正确省钱下手 帮助你在装潢的时候 能够更有效的控制预算 让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口上 一 这些钱绝对别省 监工管理费 居家装修其实任何的工程 都会需要监工 无论是委托设计师 或是外包监工帮忙 都会需要着说一笔 基本的监工管理费 费用大约会落在总工程款的 5%到11%不等 很多人会想 监工不就是监督吗 如果我的时间允许 是不是我自己来监督也可以呢 而且自己亲自跑一趟 也比较会知道 装修的现场是什么样的状况 其实有一半是对的 但是又有一半不对 虽然监工听起来好像只是在监督 但其实监工除了看 施工进度以及品质控制之外 还要协调各个不一样的工种 这些其实都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 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专业跟经验 或者是做足够的功课 非常有可能我们花了大量的时间 最后协调出来的成果却不尽人意 那如果今天施工的项目相对的单纯 我们自己下去监工也不是不行 针对自己监工的事项呢 也可以点击右上角 参考我们之前的影片 不过整体而言呢 这笔费用其实还是比较不建议大家去省 毕竟自己监工代表的是 自己花费大量的时间跟精力 大部分的人都不太可能 天天驻守在施工的现场 或者是工地有任何的状况 就马上赶到工地来做协调 而且这个装修最终的成果 是我们自己要使用的 整体而言 花费部分的费用已换取 工程品质以及自己的时间 基本上会是划算的 保护工程费用 在施工过程中 保护工程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对于一些比较容易 在施工期间受损的地方 像是地板 墙面 橱柜甚至是工领域 例如梯厅跟电梯等等 那么针对保护工程的省钱 可能会有两种状况 第一个是自家房屋内 如果只有局部需要装修 那么其他的区域或是旧有的装潢 到底需不需要保护呢 那这些区域如果是 接近我们要装修的地方 这边强烈建议最好是 把它们保护起来 如果保护工程没有做好 有可能会因为建材或是机具的碰撞 而去损毁我们原本完好的装潢 最终有可能会需要花费更多的费用来做修复 第二种状况就是比较常见的 针对工领域的保护工程 当购入新屋 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跟邻居差不多时期要做装修 有很多人其实会选择跟邻居一起共同负担保护工程的费用 那这边是指同楼层的工领域的部分 但无论是共同分担又或者是沿用邻居装修完保留下来的保护工程 这个虽然省费用但其实会衍生出一个问题 就是当我们真的装修完毕拆掉保护板之后 若有发现例如地板或墙壁有损伤 这个时候就比较不知道究竟是谁的工班所造成的损害 所以通常呢会是最后一个使用保护板的人来做负担 在这边Win也建议大家 保护工程究竟能不能沿用 可以但是务必要请师傅跟社区管理人员 一起将保护板拆开来做检查 确定没有问题的再铺回去 那这个做法虽然会多花一笔工资 但也算是帮我们自己买一份保险来保护我们自己 水电基础工程 这边主要是针对老屋 老屋的水电和防水这一类的基础工程 动辄几十万几跳 所以有蛮多想要省装修预算的人会从此下手 但是呢水电工程跟防水工程的品质 会直接关系到整个居住环境的安全性跟舒适性 如果这些工程处理的不好 很有可能会出现漏水导致破坏装潢 或是电路故障跟电线走火等危险的问题 不仅增加修复成本 未来居住时恐怕也会产生更多的困扰以及安全风险 但是呢这些基础工程并非一定全部都要做到满 都是屋龄低于十年 都是距离上市更换管线的时间不超过十年 因为管线的状况相对较新 可以考虑暂时不用做更换 但若是超过十年的话 管线的状况没有那么好 则还是会建议全市的电路跟水路换新哦 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些千万别省的项目 在装潢中有些项目还是可以根据 个人的需求以及预算来做调整 例如木座的收纳柜以及系统柜 天花板或是其他装饰性的装修费用 木座收纳柜系统柜 大部分的人装修时 在意收纳的机能 但是呢不代表这个项目就不能省 这个反而是最能够依照自身需求调整 来节省预算的 建议除了优先确认自身需求 不要为座而座 或者是一定要做好做满 还有除了必须要用木工柜 贴附石木皮来呈现应有质感的柜体之外 有哪一些地方 试着用更节省成本的系统柜 或者是木工柜的美奈板贴皮 这些呢都可以更省成本 也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多做讨论哦 天花板 施作天花板的好处除了美观之外 还可以让整个空间感看起来更干净 但是呢也有一部分的人会舍弃施作天花板 除了节省部分的预算之外 也可以让我们的屋高看起来更高 但若我们不想施作天花板 建议可以先确认我们原始天花的管线 是否够整齐 如果真的嫌天花管线太过杂乱 或是冷美馆跑的位置不好看 但又想要节省部分的预算 这时候呢我们可以考虑木工局部包管 或用包夹两个方式来包覆管线 又或者是刻意把一些管线外露 含成同一个颜色来呈现工业风的氛围 装饰功能的装潢 装饰功能的装潢项目 是提升室内风格及美感的重要元素 但也可能是你爆预算的主因 如果真的要节省预算 有时候在一些装饰部分的装潢 也许可以斟酌来做取省 例如一些过多的铁键展示柜 因为通常铁键价格较高的关系 有一些则可以考虑用一般的柜体来做代替 虽然铁键制成的柜体有质感很多 但是价差也有可能差个上万块 若有需要在最后调整预算 不妨可以跟我们的设计师讨论 有哪些东西可以选择用替代方案哦 好那在装潢的过程中 预算的管理非常的重要 但我们还是要看东西的重要性 去做取舍跟选择哦 希望今天的影片可以帮助到大家 做出最合理的预算分配 把每分钱都花在刀口上 黑咚 中天财经频道与全同行 联整会超音升级抗通膨 美国的他们的通膨已经开始下降 所以有很多人都讲说 这个通膨的问题解决了呀 已经结束了 最坏的情况已经过去了 至少减缓了 对 所以股市应该不会更坏 可是我的问题是 通膨的回积大概上 大致上已经大概解除了 三分之一或者是五分之一了 可是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经济经济衰退的问题 现在才刚刚开始 而且是全球性 施工底加了 分析师林永年不藏私 投资心法手把手 交力把小钱变大钱 请锁定美洲晚间八点 中天采定频道 张晓婷和您一千同行 我是李小玲 全球正经周报 美洲六日最新总体经济趋势 报给你们知道 这个吃着水变钱 对它养不起那么多大鱼 因此股票 房价都会往下跌 无论是信用风险 还是资产的安全性 还是市场的波动度 都在往下 掌握精肉脉动 世界局势变化 我是马凯 我在全球正经周报 在全球正经周报 都会鼓劝 是 intelig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